设法界里头有凋谢 设法界里头有衰老 设法界里面有神灭 为什么 他实作主宰 他就特有念头 佛讲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个心向神 你按成一死 设法界也是心向神 但是他没有实 他没有分别之处 但是设法界以下 设法界跟六道 他是有神有灭 就是特有念头 关键在此地 你把这个搞清楚之后 佛经上讲的这个 你完全明白了 这念头作用 也很明显 我们能够体会到 人在心情自在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没有感觉的 衰老了 你没想到老啊 所以你年龄都年轻 大概在什么时候 三十岁之前 没想到老 你的变化不大 中年以后呢 就想到老了 想到老了 那样子 那样子就一年比一年老 特别是什么 是工作的时候 你看 你工作很多 我有很多同学 朋友 在政府机关做事情 每一天忙着他的公务 也很开心 不亦乐 可是忽然退休了 年年到了退休了 这退休了就想到老了 退休了 退休之后啊 两年没见面 打电话 听说我在哪里 跟我碰个面 我一见面下呆了 好像一下老了十年 这样子 这么两年 就衰老了十年 为什么呢 他天天在想到 念到老 老的时候 他就念到有病 所以他身体就有病了 天天也就看病 离不开医院了 一切发从心向神 我那些老朋友 常常碰到我了 但是你为什么 好像衰老的很慢呢 我说我没想到老 我还在工作 我天天在读经 天天在教学 我还没退休 如果退休了 恐怕跟你们就差不多了 就很快了 就这么个道理 一切发从心向神 你想事 没有一样不善 你想不善 就没有一样是善 身体是这样的 家庭 工作 国家 到世界 都不离开这个原理 是